哈囉 大家好 我是Winbam 我現在來到馬場町這邊的題外 然後它這邊有個跑道 那一般我都會在這邊跑步 那我現在就來測試這個華為新的這隻手錶 那這隻手錶先展示給大家看它有什麼樣的功能 當你要進行運動模式的時候 按一下這個地方 再按一下 就會有很多的運動 那現在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它有哪些運動模式 那點進去運動 它有健身課程、跑步課程、戶外跑步、室內跑步 然後戶外步行、室內步行 還有騎單車、游泳、開放水域、橢圓機、滑船機、自由訓練 羽毛球、HIT、爬樓梯 還有點進去的話 可以看到更多的運動模式 包含肌力訓練 以及比較偏室內的健身房的課程 比如說飛輪機、踏步機、漫步機 它有很多很多的運動模式可以讓你選 你不用怕找不到你想要的模式 非常多 各種想像得到的、想像不到的 通通都在裡面 非常多 我覺得這個運動模式的種類 可以跟Google Fit有PIN 好 往左滑就會回到上一個層選單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要進行的是戶外跑步 點一下戶外跑步 那這邊會去偵測 用手錶直接偵測戶外的GPS訊號 那偵測到之後就會顯示這個橘色的模式 那再點一下 好就會開始跑 那我接下來會來跑一公里給大家看 然後看它偵測到什麼 那跑的同時我也會戴上這個 華為這個Freebox Pro 那它是降噪耳機 好戴上去的時候它就會自動連線 那待會我會跑一公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最後會偵測到哪些運動的紀錄 好那我們開始吧 好我現在跑了差不多 1.56公里回來 因為是測試 不然平常我是跑8K 好不管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到底紀錄些什麼 好 結束運動 它會先顯示這一次的時間日期 然後再來是總共的時距離 好總共花了多少分鐘 消耗多少卡路里 然後配速 平均速 還有最快的速度 然後走了幾步 平均步頻 步伏 心力曲線 然後 心力區間 配速曲線 步頻 然後訓練效果 然後復原時間 最大攝氧量 好 那更完整的話應該要到手機去看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手機 手機的話打開華為的運動健康 那剛剛這是我跑的這個運動紀錄 點一下這個 打開來看 那剛剛我跑的是1.56公里 點開來看 那它會用GPS記錄我跑步的路徑 跑步的路徑都會記錄起來 配速可以點這邊 因為我只跑了差不多1點多公里 所以它只會記錄一部分 那我剛剛的速度是差不多6分11秒 心率 我最高的話大概有到170幾 快要到180 那如果我通常跑到5K以上的話 通常大概到2K開始 心率就會平均都維持在170到180 甚至有最高到190 再來是這邊的綜合成績 那紀錄這些啊 其實就是對自己運動習慣有一些交代 那你每一次都可以針對這一次的跑步 這一次的運動 然後再超越自己的極限一點點 那你只要對自己有交代就可以 你不用去跟別人比較 那再來我剛剛其實全程都有帶這個 華為的FreeBuds Pro 那它其實在跑步的時候 也可以在運動的時候 做語音的播報 那它可以 你可以去設定 你每1公里要去做提醒 或者說每隔多久要去提醒 好 那我通常都設定 每跑1公里就提醒我一下 我跑了1公里 然後它會同時報給你 你的身體資訊 比如說你這一圈 跑了配速是多少 然後你心跳現在是多少 然後你可以借著語音播報 因為你不會隨時一直去看手錶 所以你可以去 借著語音提醒 然後去調整自己的速度 那對於跑半馬或全馬的人 來說是有幫助的 因為你可以去調整自己的身體狀況 因為像我自己啊 我是會不知不覺跑太快 導致於後面的里程是沒有辦法跑完 對因為我會看著旁邊的跑者 跑得比我快 我就會想要衝一下 而且我後面就撐不下去 所以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態去調整速度 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還有 在初次跑步的人啊 其實他這邊有一個 戶外跑步 他這邊有一個智慧陪跑的功能 當你打開這個智慧陪跑 當你打開這個智慧陪跑 那你可以去設定 你的旁邊的智慧陪跑員 那他的速度是要多少 當你打開智慧陪跑的時候 你就會透過耳機聽到這個智慧陪跑員 他會隨時跟在你的身邊 然後他會提醒你 你現在贏他多少 或你落後他多少 那你就會透過這個智慧陪跑員 然後去調整自己的速度 那我覺得也是在 因為跑步大部分都是屬於一個人的活動 那很無聊 你除了聽音樂之外 其實如果有個智慧陪跑員 跑在你旁邊 那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人在跟著你跑 而且你會有挑戰的感覺 那我現在測試的是華為Watch Fit 那這一個華為Watch Fit 是華為第一款方錶 那我個人覺得他的續航力非常強 而且他配戴起來非常舒服 好 以上 好 多視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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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